舒兴贝是一位被遗忘的物理学家 他19岁自费出国留学 能力突出 甚至成为了爱因斯坦的得力出手 但回国后却在科研黄金时期被下放 扫了十几年的厕所 中国最惨科学家舒兴贝的身上 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大家好 欢迎走进历史时光 今天我将为您讲述舒兴贝的故事 舒兴贝于1907年出生在江苏扬州的名门望族家庭 等于优越的家庭条件 舒兴贝在六岁的时候就到私塾读书 舒兴贝的父母对孩子学习十分上心 加之自身的努力 舒兴贝在学业上可谓是一帆风顺 成绩十分优异 在1925年 他转入了山东七路大学学习物理 一年以后呢 舒兴贝从七路大学毕业决定出国深造 此时的舒兴贝只有19岁 因为能力突出 舒兴贝在短时间内就修完了国内的课程 起身转往国外 进入美国汉萨斯州拜克大学物理系学习 第二年又转入了旧金山加州大学 这年的暑假呢 舒兴贝来了一个全球旅行 途经日本朝鲜 穆斯科华沙 进入了欧洲游历 参观了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 开拓了他的见识 为他此后物理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当他进入德国波林大学 有幸得到了爱因斯坦的赏识 任聘舒兴贝为他的研究助手 在二人合作期间 爱因斯坦对舒兴贝赞叹有加 称其为不可多得的人才 舒兴贝也在担任爱因斯坦助手期间 抓住机会 向爱因斯坦求教了许多难题 1931年9月 舒兴贝学成归国 因母亲的要求回国与各处化完婚 失职正发生九一八事变 正值是国难当头 具有爱国情怀的舒兴贝气壁投荣 他希望用自身所学来报效国家 在1932年1月 受聘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 任物理教官 为国民政府效令 可是没过多久 舒兴贝因为看不惯老奖的行为 奋而离职 去了浙江大学物理系任副教授 由于舒兴贝性格使然 刚正不额 眼里容不得沙子 去哪里工作都屡屡屡蔽 在浙江大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后 与时任校长华刚的教学理念不合 反对校长的独裁同志 他带领物理系的学生们 离开了浙大 后来朱科珍担任浙大校长后 舒兴贝又重新回到了浙大任职 朱科珍力挺舒兴贝 使他能够安心的教书育人 他的教学风格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 他上课从来不照顾宣科 用通俗的语言 现实的生活实力 去讲解比较深奥的物理知识 让同学们是感受到了物理的魅力 其中一位学生叫李正道 在浙大的化工专业学习 因为听了舒老师的课 竟然改学了物理 同时呢 让舒兴贝发现了这个物理天才 并加以吸引指导 后来取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李正道也非常感谢十个女载品 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 浙大遭到了破坏 师生们被迫转移 舒兴贝随校牵制了贵州的梅坛 尊义继续教学 抗日战争结束胜利后呢 舒兴贝又随校回到了杭州浙大 与王岸汤等同事 一起为我国培养物理人才 建国之后 由于各种原因 舒兴贝被调离浙大 去往了山东大学任教 他有着高智商 却情商起低 在工作当中与人相处不和谐 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 早在浙大时 舒兴贝就被人称为舒大炮 看不惯的直接怼 当年被称为东方第一几何学家的 舒兴贝被人家冤枉偷东西 在没人愿意出来 为舒兴贝说话的时候 舒兴贝站了出来 你们知道舒兴贝是谁吗 他是世界知名的大数学家 是我们国家的国宝 你们竟敢这样对他 还打了人家一巴掌 事后舒兴贝的事情澄清了 并且事业是蒸蒸日上 而舒兴贝这次仗义之言 舒兴贝不仅没有得到别人的称赞 扫医学院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让人折舌的是 这次让他去扫医学院的厕所 堂堂的一个科学家竟然去扫厕所 而且一扫扫十几年 扫厕所他扫成了专业的高度 发表了好几篇扫厕所的论文 随着岁月流逝 舒兴贝的愣脚被逐渐磨平 但他报国的心指指不语 为了改国自新 希望得到国家重用 他积极改造 在扫特的通时 包揽了学校仪器设备的维修 以此来证明自己 可是终究未登来 1964年 当我国第一开原子弹爆炸时 舒兴贝听闻这个消息 躲在厕所里嚎头大哭 一方面是他感叹祖国正强大起来 另一方面他感慨自己怀才不遇 未能参与原则的研发 直到在1972年 他的学生李正道 获得诺贝尔学奖回国 受到周冬立亲切接见 周冬立问他 能不能多搞些外国专家来中国 李正道说 不用 在中国就有 此人就是我的恩师 舒兴贝 后来在李正道推荐之下 舒兴贝被平反 此时的他年纪无息 重新走上讲台 他没有时间忧伤 尽自己所能贡献给国家 培育新人 在1983年10月30日 舒兴贝在青岛病室 享年76岁 临终前 他藏在病床上 艰难的对家人逐突道 我的遗体千万不要火化 火化是浪费 对社会无益 现在青岛医学院的遗体标本 非常缺乏 将我的遗骨 穿成骨骼标本 供校学使用 他的家族 遵从舒兴贝的医助 将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他去世时 正值医学院新老领导交替 无人顾及 舒兴贝宣先的遗体 等到再次想起这件事 时 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 他的遗体早已腐败 被人草草 埋在了医学院的操场下面 很多人为舒兴贝老先生 一生感到惋惜 一代物理天才 才华未能完全施展 幸运的是 舒兴贝老先生 却被很多人名记 他是一位有风骨的科学家 更是一位爱国的科学家